年代戏烈火军校正在浙江恒电影视城热拍 三十四五度的高温闷热天气下 大家都想哪凉快哪待着去 可是在这部戏当中 饰演贝勒爷的隐正 却是里三层外三层的没少穿衣服 那他有什么样的防暑降温的独门妙招呢 我们的记者刚抵达坦班现场 就被突然发生的事情吓了一大跳 突然的枪声让我们有些摸不着头脑 只好向影证打探一下这场戏的情况 就是我们一起来参加一个拍卖会 然后席间突然间灯灭了 这个就是很不随伤的那个 然后突然间他们有枪声 然后当灯再次亮起的时候 我的额娘就不见了 在拍第二条的时候 尽管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但现场的媒体朋友们 还是纷纷捂起了耳朵 准备 开始 放 反观隐正 全程表现得十分淡定 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这个枪对这个人物来说 应该不是特别打的事 还是得拍性的 蛮多的一个角色 要挺能够对自己的 就是要表演或是什么震惊的感觉 对对对 坦白当天恒电气温 有三四十度高 加上在室内拍摄闷热无比 而这个出场 自带背景音乐的男人 跟我们透露 除了随身带着的小风扇外 自己还有独特的降温尿招 就是不断回想下落特烦恼里的经典片段 雪花飘飘飘 美风啸啸 心境是的确可以自然亮的 满天飘雪花 往那一跪 然后后面背景音乐 也是一简美 心境 得音